英国环保人士从4月15号开始 发起了名为反抗灭绝的反气候变迁示威运动 截至目前为止连续到了第六天 示威群众群聚在伦敦市区造成了当地交通大乱 还有人企图占领欧洲最忙碌的西斯洛机场 以扰乱复活节的航班 目前警方已经陆续的逮捕了超过750人 而这项占领运动预计会持续到4月底 这几天以来 示威人群导致伦敦市中心多处的交通中断 包含了大理石拱门与滑铁卢桥附近 英国广播公司BBC大楼也被抗议民众包围 要求媒体持续的报道气候变迁议题 他们甚至封锁了牛津圆环购物商区 直到警方在当日的下午5点才开始清理障碍 交通才得以回复 反抗灭绝是学术界人士在去年在英国成立的团体 可以说是全球崛起速度最快的环保运动之一 他们呼吁市民采取非暴力的不服从方式 迫使英国政府减排温室气体 在2025年底之前达到零排放的目标 并且终止他们所谓的全球气候危机 除了英国伦敦之外 环保团体也在欧洲多国发起了示威 以督促政府应对气候变化 在法国巴黎 有民众因为不满新业银行与石油天然气产业挂钩 所以在银行门口张贴有总统马克龙照片的抗议海报 并且泼洒了黑色油漆 与警方发生拉扯 而在意大利罗马以及荷兰 也有民众响应抗议活动 希望各国政府正视气候变迁的问题 民进电视记者李沁渝 整理报道